追路做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他是上海队最后一位上平衡幕的选手 团神前空翻一个大话 这个要扣0.5分 比赛还是有些紧张的 后团 本来这三个动作是连起来做的 前面有了中段 这样的连接加分就没有了 后续两周下往后迈了一步 好紧张啊 上海队终于比完了自己的平衡幕 因为他们是预赛排在 这个总分第一的队伍 所以呢他们要保证 如果想把这个预赛第一 最终获得决赛的冠军的话 他们要每一轮次 每个项目都不能出现失误 因为他们的对手这张队也很强 实际上在预赛当中 两支队伍的总分差点很少 只有0.02分 我们想四项总分 差0.02 基本上就是个平手 167.436 这是湖南队的三项总分 上海队在第三轮呢 是比浙江队早上场 所以呢平衡幕他们不出现失误 这样的浙江队就会把这种压力给浙江队 现在我们看的是浙江队在下半场的出场顺序 浙江队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因为他们在订最后的名单的时候 舍弃了奥运冠军 江宇源 就说明他们年轻运动员的成长 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在资格赛中 他们仅次于上海队 仅仅输了0.22几分 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小的 而且下面的比这个平衡幕项目啊 浙江队还是很强的 浙江队的几个选手 像吕佳琪 像黄慧丹 还有这个袁肖阳 在平衡幕上都能够 就是他们的表现 都能够进入到单向决赛 就是进入到单向的前八名 所以上海队在刚才平衡幕比的时候呢 显得非常的 还是如履薄冰的 因为这个项目很容易出现失误 而一旦失误的话 他们就很难再保持住 这个领先的位置 因为他们对手很强这一项 萧康军得分13.8 他还是比较欣慰的 因为他有一个大晃 另外他有些的动作 没有完全接上 递分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所以他得到了43.8分 170.37 就是上海队已经比完的三项总分 下面就要看浙江队的表现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平衡幕的浙江队的袁肖阳 团身前空翻站幕 B组 小翻 小翻 后直体 落地很稳 BBE加0.2 低于水平的整体 360度 交换可接环 一组的整体 一套平衡幕 最后难度分取 绝于幕上完成的五个组别的 最高八个难度 由高往低取 挺身前空翻 分腿跳 他前面是个C组 因为要两腿匹成 180度平衡 平行